现如今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,全世界都在寻找更清洁的能源,但石油不仅价格越来越贵,更是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。 所以早晚会被新能源取代的,目前世界较为主流的发电方式,就是核裂变反应堆发电。 但核裂变反应都有很多弊端,比如安全问题,而且产生的大量核废料对地球环境也不太友好,所以更为安全清洁的核聚变反应就成为未来新能源的最趋势,并因其取之不尽的特点,被科学借称之为人造太阳。 中国作为现今研究核聚变反应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一直以来受到了各国的关注,在核裂的科学岛上坐落着我国科学家们,用于研究核聚变反应的一个巨大装置,全超保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,简称为USCAE装置利用磁场控制轻刀传原子不碰的碰撞成为亥原子。 在此过程中整个反应堆的温度,达到了1亿摄氏度,是太阳中心温度的几万倍,相比一般的核裂变反应堆,核聚变反应堆在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污染物,而且只要关掉测场开关,就能停止反应的过程不会发生核泄漏事故。 屁目前我国此装置最长,能够保持101.2秒的稳定运行,而其他国家还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这个纪录的。 但这远远还不够,因为我国专家的梦想,是能够稳定的一直运行下去,使这种清洁能源能够念量中国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。 不能否认的是,在水核聚变反应技术更加成熟的道路上,我们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阻碍。 皮磁金就是一个大问题,目前每天开启一次反应装置,就会消耗几十万人密闭,所以借助他国力量合作发展,也许是未来的大趋势。 皮磁项目的专家表示,我会有希望在五年内,完成更大反应堆的设计,利用刀川合聚变成氦气,而产生巨大能量的人造太阳一旦成功。 届时将会推动全世界能源的发展,世界能源格局将会发生改变,一些因为能源、石油争夺而发生的战争将不再发生,因为派水中刀的储量可使人类使用几十亿年。 连外媒都说中国人造太阳,或将超越人类,关于能源的最狂野梦想。 皮磁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,现在有这一技术就够了,中国人是最聪明的,真心祝愿祖国能够早日突破,完善这一技术,造福世界造福人类。 你们觉得是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